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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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勇 膝盖绷紧 重心潜压 视线与前方成一条直线 雄心腹食 肚子收紧 肩膀下沉 一会儿伸出三分力 三 二 一 弹 对不起啊 没事 再试一个 来 真是人傻千多 智商不足八岁 熊啾啾前昂叫嚣了半天 竟然又比这个 这三棵作为热身 热身结束 比赛开始 加油 好 热身结束 比赛开始吧 每人三颗轮流发射 姑娘 你先去 是想与前方撑一条直线 事先与前方撑一条直线 事先与前方撑一条直线 瞎成强 回去再教训你 给我吧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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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姑娘捡 IKEA 加油 加油 鱼子 加油 鱼子 加油 好厉害 你也太厉害了吧 你 你這不算吧 誰打得多誰就算贏了呀 也沒說不能找幫手呀 這位公子那我們店裡的首飾 您就包圓了 姑娘們走啦 少爺我也走啦 走啦 那 公子把賬結一下 蘇兄 別來無藥了 四兄 好久不見 我聽說這雲翠城中 如今所有的雲 可都是在你蘇兄手裏了 這還得多謝四兄相助 如今的齊佩閣 怕是走途無路了吧 聽說還做起了什麼首飾買賣 百年積業怕是都要賠進去了 所以你此來 是已經都想好了 四兄這次來不也是如此嗎 我與蘇兄雖是長久違建 卻依舊是一見如故的 能與蘇兄為由 實屬我斯某的一大幸事 蘇某亦是如此 蘇兄大可放心 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經安排妥當了 要吞下的礦源 你只需依次去見便可 只是有一事 我想不通 蘇兄請請 蘇家這麼多年 墨山芋在市面上已經是最好的品質了 而斯老爺一生只做墨山芋 延續至今 從不允許自家的人接觸砸的礦源 如今 蘇兄卻想將全國各色品類的玉石 全部攔入懷裡 若是被斯老爺知道了 蘇兄如今 買斷預料 竟只為了打壓裴府 不知若是蘇老爺在世得知此事 你又作何打算 只怕我會一意孤行吧 只是這孤行的路上 有太多絆腳石了 本該平平順順的人生 卻多了這麼多羈絆 蘇兄所言正是 不過 既都是蝼蚁 這孤行 實在是太不順眼了 除掉便是了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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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公子 斯家的大公子進城了 什麼 誰來了 絲礦主的大公子 絲少爺 我們的衣師父母 真正的財神爺進城了 若絲家跟打破杭貴儆囊相助 那我們啟貝哥的玉器生意 就有望成回巅峰了 看來這裴家並沒有荒廢作語之心 當真是遇到麻煩了 走 我 我也是絲少爺 不過我哥怎麼會突然來了 算了 還是去看看吧 丹丹 我們就這樣把人丟一下 會不會不太好啊 我眼下我們是要解決玉石的問題嗎 這樣 等回去我給他排個不是 在這兒 你們慢點 等等我啊 你快跟上 我們兩個先上去 姐姐小心啊 嗯 像這種有頭有臉的人物 肯定是要助這種雅劍 來 慢點 阿四 什麼風把裴大少爺給吹來了 既然來了 隨便吃點吧 那就吃點吧 走 這 這不是四公子 來了這雲翠城 我們肯定過來迎一迎 姐姐走 迎一迎就不必了吧 我已經和如初商定 將這整間客棧包了下來 供他居住 裴家 就不老你們出什麼力了 出什麼力 關你什麼事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我吃飯不行嗎 終於吃 如玉啊 你怎麼在這兒 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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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 長 我 容我介紹 這位 就是涉帝 如玉 那既然如玉也在雲泉城裡 不妨也搬到這裡住 你們兄弟二人也好互相照料 不必了 我們裴家已經邀請如玉公子和家眷 在府上小住一段日子 而且如玉公子也答應了 對吧 對 府上還有很多美女等著我回去陪呢 對對對 那幾位姑娘我們已經吩咐好了 好生招待 四公子大可放心 是 如玉公子光臨 讓韓社澎閉盛會 若如初公子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來韓社小卓起陪 起陪格如今還真是韓社 私家的公子來雲翠城 一位昭閒二位談合作 起陪格現在都不做玉了 而他們又是愛玉之人 你們就不必大費周章了吧 我聽說我聽說蘇家前段時間大批購入了玉石 可是叼出來的玉器精巧程度卻遠不及我們陪家 大家都在觀望 您不如先想想辦法把自家庫存清了吧 蘇家庫存多少不勞善長被操心了 只是我們的名望現在依然在 蘇玉自然有些底細罢了 兩位四公子初到雲翠 想必新鮮 可以先自行游利 等玩完了逛膩了 我再擺一場盛宴 為二位公子送行 把酒言歡 這宴會 不妨就定在七日後 那就有勞蘇兄了 應該的 如玉啊 你這從小就有手好賢慣了 如今住在他人的府上 還是莫要太過閒色 要是實在有什麼不便的 就早些搬出來 知道嗎 如初公子 您多慮了 這托蘇公子的府啊 我們府上上上下下的都是閒人 不會讓如玉公子住不習慣的 那便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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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灰心 這 除了一個四如初 還有個四如玉呢 我倒不是灰心 我只是心中 學得有點擔心 這兩位四公子都在城中 定是風起雲湧 不得安逸 這風雨再大 只要我們同心 定能一離不倒 丹丹說得對 四公子留步 怎麼又是你啊 捲了我的錢才不說 方才我也夠給面子了 你還要怎麼樣啊 那這剛剛的錢 我們就還你一半 你還真是個財迷啊你 你還真是個財迷啊你 愛財是人類的本性啊 四公子 方才使我們有眼不識太深 我給您道歉 您跟那幾位姑娘 還請繼續住在府上玩 我們定會好生招待 對對對 您大人不計小人過 這事啊 就過去了 都過去了 你說過就過呀 方才走得毫不留情 我好生生心 那 還想怎麼樣啊 我 你還要 我們可沒錢啊 說好了 世上只有你這般 勢力小人 志願公子 我是勢力 但不是小人 再說了你又不是第一天 闖蕩江湖 人在江湖漂 哪有不哀悼啊 有朋自遠方來 顧客就是我們的 衣食父母啊 什麼亂七八糟的 我怎麼會是父母呢 誰要做你的 就我 我妹妹的意思是 方才的確是我們的不適 向您賠罪了 賠罪 我裴府雖然暫時 不做預計行業了 但畢竟 這府宅還算廣闊 住在我們府上 定比在外面的客棧 要熟悉很多 就是 我們人多熱鬧 還不帶路 好好好 真兇 事已至此 就莫要講莫解釋 我方才聽得很明白 蘇家把玉琪給壟斷了 你們為了銀生 只能敢賣金銀這時下層 而你們終究是要回到玉石這個正軌 而我就是幫助你們回到正軌上的 那把關鍵鑰匙 我說得對嗎 同意見到比我還自信滿滿的 臉皮真厚 公子 您說得真是太對了 那您願意成為我們的鑰匙 幫我們開開門嗎 幫你們嘛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總得知道我為什麼幫你們呀 你們總得有點展示吧 那是自然 我深知私家的行業品行 一生只開墨山玉 一山只供董玉人 我裴家是靠玉石起家 遠近文明 自然要展示一下雕刻的手藝啊 真是百文不如意見 裴老爺的手藝已經傳為假話 沒想到裴公子你 也有這般手藝 算你這個頑固貴公子還有些陽光 算你這個頑固貴公子還有些陽光 數字手已經落到這般天地 真是可惜了 嗯 的確 我們私家呢 有最大的礦產 幫你們吧也不是不行 但是行有行規 我們礦主是不能直接供貨給玉器鋪的 而且每年的產出都明文記載 我終究是幫 還是不幫呢 我再想想 公子 好 怎麼辦 姑娘們一路辛苦了 這裡的風景還不錯吧 好大的電子啊 挺不錯的 是啊 好 這裡 就是我們裴府的別院了 清靜典雅 平日裡都是些丫鬟們伺候 定無萬人 所以姑娘們可以放心居住 哎 對了 各位姑娘 這麼長時間了 還沒有請教各位姑娘怎麼稱呼啊 嬰嬰 燕燕 阿花 小草 嬰嬰燕燕 摻花惹草 你們這公子哥 取名也夠簡單直接的呀 那他平日裡 是不是也是美女如雲 這後宮家裡三千啊 你們誤會公子了 是啊 壓根不是你想的那樣 那是哪樣 我父母雙亡 本去投奔家中親戚 卻被人趕了出來 無處可去 遇上公子 這才得以安身 我家中父親再取繼母 生了弟弟 自己逃了出來 是被公子所救 我被惡人霸占 尋死之際 被公子救下 還將我留在身邊 我也是 被家人賣去青樓 卻不願意順從 差點被打死 是公子將我救出來的 我們都是真心感念公子 也是真心想要留在他身邊的 對 按照你們的說法 難不成 是我誤會你們公子了 對呀 其實 他是一個 舉世無雙的大好人 對 對 我們公子也是身世悲慘 都只是同病相憐的可憐人罷了 這許多年來 他也只是一個人而已 他 礦主的兒子 身世悲慘 可不是嗎 我們公子其實 姑娘們 咱們就住在這裡啊 日後有什麼需要 直接去找弘玉就行了 多謝二位 各位姑娘 這邊請 我們睡了 別客氣 我去求求他 再不行 我就把他给绑了 你这 你 你别着急啊 这四如玉啊 一定没有我们看上去这么简单 他现在就是不知道 他所求是何 我们也只能尽管其变 在意从那儿下手吧 当初齐佩哥是我提议 做金银首饰的 虽然如今不愁之传 但我心里明白 你和老夫人啊 肯定放不下这启佩哥的百年鸡 你们想做玉 所以 哪怕早一天让你们重操旧业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如果没有你的提议跟努力的经营 我们可能连这段时间都挺不过去了 不好 放心 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做玉 因为你才是这云翠城 最优秀的御师 你也知道是打扰了 四公子您还没睡啊 陪伍公子你不也还没睡啊 陪伍公子你不也还没睡啊 然后 恰巧路过 进来打生招呼 这时候倒是讲起礼貌来 本应先到公子房间拜访的 看看安排的房间 您住的可还满意 但却听下人说 您方才出了赔府啊 这好不容易来趟云翠城 自然是要出去走走的 毕竟 春夏一个值千金嘛 裴公子 四公子前来 当真只是要跟我们打个招呼吗 想必刚才我们的谈话 四公子也已经听到了 有什么话直说便可 丹丹虽然心智口快 但确实是诚心想向您求助的 这启培阁的玉石供应 我们启培阁百年计业 我绝对不允许 它葬送在我的手里 我看你卖经营首饰 卖得可热闹的 这启培阁上下百号人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拗鼓 就舍了其他人的生活 这卖金银首饰 只是无奈之举 但我绝对不会忘记 我启培阁的初衷的 当真 当真 既然如此 我便直言 我私家供货 从不供给金银首饰商人 只供给真正爱与西域之人 这是我父亲多年前立下的规矩 裴公子 好好考虑吧 春夏一刻值千金来 这 我 我 去 我今天去入账 如果没算错的话 咱们府上剩下的银两 如果不做金银首饰的话 还能维持四个月 还是你懂我 你本来就不想做金鱼首饰 这不是应急方案吗 对了 有件事我还跟你说 白天阿六送那些姑娘 入住的时候才发现 那些姑娘都是穷苦的孩子 都是被这私入狱救下的 这么多年来呀 她一直毒誓 我派人呀 偷偷去打听了一下 听说三年前 她的妻子难逞而亡 这孩子也没留下来 这么多年她也始终未娶 你说这中间 是不是有什么曲车的故事啊 她绝对没有我们看到的这么简单 但其中各种 她心中有数 算了 不想那么多了 只要能给我们提供玉 又有你的技法作者 咱们裴家呀 肯定会再闯辉煌的 只是 只是这不做经营手势 肯定就没有账入了 你说 怎么陪我 陪 嗯 等你过了门 这些不都是你自己的吗 过 过什么门啊 谁要过你的门啊 刚才一口一个 咱们裴家 你不想过我的门 你想去哪儿啊 你瞎说什么 哦 总没有人打扰我们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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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怎么 公子说口渴 我本是来煮茶的 却迷了路找不回去了 一会儿我还有别的事 你先帮我送到公子房里去 别让他等急了 好的 你先帮我 你干什么 有人要害你 我刚才路过厨房偶然看见 要不然 你现在应该命丧九劝了 多谢姑娘相救 但是谁人 想要害我呢 小心身边人 注意安全 卢裕 你可算是回来了 兄长 怎么了 弟妹难产血泡 孩子也没保住 这父母年事已高 你又不在府里 我就先把他们给安造了 你回头去墓地看看他们 少爷 吃饭了 你从小看着我长大 你跟我说实话 晚晚是怎么突然血泡就走啊 少爷 少夫人身体一向健康 也不知怎么的 那日好端端地吃着饭 突然就晕过去了 我才是下人 也不敢进去啊 就听到少夫人 不断地痛哭 渐渐就没了生息 少爷 后来 我悄悄去看了 少夫人的口皮中 虽然处理过 但都有黑血 八十 难道他 竟能真的做到如此地步吗 我去 爹 爹您酒后了 是儿媳失礼了 你如今由云在身辛苦 无必行礼 毕竟你腹中怀着的 可是我私府未来的接班人呐 爹 但是兄长才是嫡系长子 早下说 来 依我私家如今的产业 养活姿姿孙孙不成问题 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育 又只做育 这是我们一辈子的营生 是初心 要对得起列祖列宗 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 可你兄长是怎么做的 我私府的账簿都是怎么回事 你别以为 你帮着你哥哥瞒着我 我便不知道了 贪得无厌 只会是越来越偏 爹 莫要多严了 你如今 只管养好自己的身子 替我私府 生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便好了 我如今年事已高 就只等着 将大事小情托付给如玉 便可在家 喊一弄孙了 吃饭吃饭 夫人小心 夫人小心 夫人喝汤 夫人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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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公子 四公子 起床了 四公子 四公子 丹丹姑娘 早啊 丹丹姑娘早 早 好不容易睡个懒觉 你要干什么呀 这都是上三竿了 我看你一直不出来 怕你出什么事啊 是啊 公子 可把我们担心坏了 可不是嘛 你要好好补偿我们呢 四公子 我今天来找你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这 今天天气这么好 不如叫上陪公子 我们一起逛逛云翠城吧 不是 可以呀 我话还没说完呢 姑娘 有些事情急不得 要等待时机 我 等等我 你们这云翠城天气可以 刚才还阳光闹美 现在 是 最近这云翠城天气是差点意思 见谅啊 你们今天怎么兴致不高呀 什么物件都没有买 逛过去吧 我买单 那公子你一个人可以吗 我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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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有陪公子呢 放心吧 放心吧 那好吧 你们也别跟着了 我一个人逛过去 你要一个人在这逛 等一下 你先回去 我先去给公子禀判 嗯 果真是他 荷叶